今天我们要来开拍 开拍什么啊 你还记得吗 上一期视频不是有观众留言诶 我讲要特别做一些关于什么 部落冲突心得的 对于这个 上次那个观众就是问说 对于这个游戏的心得 然后还有感想 希望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路里程哦 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聊一下 我玩这个部落冲突的心路里程 这个部落冲突 它给我最大的心路里程感想 就是跟大家的缘分了 就因为我玩到这个游戏 最后就开拍了Broad冲突 然后就在YouTube上面 发布大家都有关注到 最后大家都有留言一起互动 有很多的玩家 关注到我的视频之后 也有加入到我在那部落 大家一起玩 一起讨论怎么玩这个游戏 我觉得是给我最大的感想和收获 我也是一个TUFT的问题 要问你诶 什么问题 你怎么会玩这个游戏玩那么久 不会玩到很闲诶 一开始玩到现在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都有问过 他们每次看到我还在打这个游戏 他们都会问我 诶 你还在玩这个游戏啊 不会显咩 其实这个有一个故事讲 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刚开始玩肯定是新鲜感嘛 后来我玩足了一定会有冷淡期的 就好像谈恋爱这样子 从一开始认识 然后到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 然后过后还有冷淡期这种 只要度过那个冷淡期 相信你们应该是有经历过啊 这个游戏它最patch的地方就是啊 它生东西啊 起防御这些啊 全部都要很长的时间 那个时候真的是 觉得会很险 再加上 一开始玩的时候很难玩哦 因为如果一开始玩的时候 没有人教你啊 它这个东西 难玩就算了 而且还很出时间 就会变到你不想玩 然后这么多我会玩下去 就是这个东西就要讲到我 去新加坡工作了 不知道各位玩家们有没有这种体验 可能你们 去读大学啊 或者是出国工作啊 就是 就是离开你原本住的地方 去到很远的地方 就是见不到朋友啊 然后 那个时候 你们在别的地方 没有朋友 然后平常无聊的时候 晚上可能下班了 回到你们的宿舍啊 你们都没有事情做 那个时候 可能宿舍也没有其他的朋友 唯一可以陪伴你的 就是拿牛号悬打电了 这个就是我在冷淡起过后 一直持续跟它发展的一个 最大的原因 也是有很多玩家 留言跟我讲 他们玩这个游戏数年了 这样子你们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给我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顺便讲一下你们的心得感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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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I know where we can go Where the sunrise lasts forever And it's all you and me We'll kiss the sky goodnight Come get lost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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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run away with my darling We'll get real lost We'll get real lost again 好 这个就是我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这一期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接下来我还有几个活动视频要拍 大家记得关注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如何在宿舍里面吃烤肉 烤肉他拿那个笔子架 架手啊 哈哈哈 然后他不是还要吃火锅 马轮火锅 热水机 啊 那种可以 水下面可以 开烧水的 啊 直接开掉那个盖 下那个 糖料下去 在上面刷 然后喝糖啊 下面开 有那个碗装 和那个糖 哈哈哈 这可能会对你啊 这可能会是什么 吗 这个是不是在哪里 呢 这个会是什么 想法 有这个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请問吧 我没关注 下期视频